前车乱丢垃圾丢的迅速丢的洒脱丢的很自然 但副驾驶座因为无法可罚夸张行为一再上演 7号高雄市大辽区合发路上前车副驾驶座丢出一包槟榔袋 后车驾驶气得向环保局检举却得到这样的回应 环保局说不受理因为行为人士副座乘客 难以认定是驾驶所以无法开罚车辆 所有人又没有办法查到行为人身份 因此不能举发 让检举人气炸 po文以后乱丢垃圾要从副驾丢就不会被检举 以后晚上再也不用赶垃圾车 不少网友直呼真的很没有公德心 也有人反讽根本是生活智慧王 以后家用垃圾都从副驾驶座丢出去 环保局表示驾驶人丢垃圾可以开罚一千二到六千元 但对于副座去了两手一摊 只能丢下一句无法可罚 因此还是应该请主管单位尽快修法 别让心存侥幸之人真有漏洞可钻 华氏新闻参谎军荣浩辈高雄报道